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,现在,热巴安乐传大胆撩龚俊,开国皇后伪装成花痴,女配颜值惊艳。 迪丽热巴,龚俊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安乐传》近期释出许多剧照,前一个月预告也正式映入观众眼帘。 让外界非常期待这部剧的开播。外界预测《安乐传》最快在11月登场,想知道这部精彩大戏还有什么样的亮点,快跟着小编来看看。 落难开国皇后伪装成追爱花痴。《安乐传》剧情描述迪丽热巴,一出生就被赐名弟子园,是玉命亲定的太子妃,不料被暗害惨遭举家灭门。 以任安乐之名潜伏过日子。弟子园隐藏自己身份,伪装成爱撩大靖太子寒夜的女土匪任安乐。 大胆求取东宫太子妃之位,尽管寒夜深爱弟子园,却也在日常相处中开始欣赏任安乐。 任安乐一步一步踏进大靖王朝和太子心中,却在走上高位的途中失去了深爱他的寒夜。 男主角龚俊却凭重选的秘密。 《安乐传》是迪丽热巴主演的大女主剧,当初女主角的人选定下之后,男主角究竟由谁饰演,尚未尘埃落定。 直到最后由29岁的龚俊出现,令外界再度注意到这号人物。 《安乐传》的导演程志超,马华干来自香港。 2021年写手推出了《山河令》,龚俊就在剧中饰演灵魂人物青崖山鬼谷谷主温客行,圈粉无数。 女配角颜值惊艳。 迪丽热巴过去在《长歌行》的蟑螂须发型被毒蛇网友批评为不是和颜古人,但她接着以与君出相识系列的灵动扮相证明了自己。 这次在即将登场的新作《安乐传》挑大梁演出,扮相依旧是美丽动人,而不输给女主角热巴的还有该剧的女配角群。 芸汐传李淑婷饰演的蒂承恩,有着鲜弱美态,和热巴呈现两样的风情。 如意芳菲王毅婷挑战演出剧中的侍女何花魁,娟秀的脸庞让人一眼难忘。 贺丽华亭夏男在剧中是大镜长公主,展现独树一帜的中性英气美。 水月镜花龙水亭饰演热巴的下属,聪颖的她看起来气度非凡。 新人演员上新月清纯可爱,眉眼中颇有几分徐焦的味道。 最后是心上错花轿嫁对狼白冰可,焦美可人的样貌很快地就引发热议。 预告评价爆棚图片。 安乐传前阵子在微博正式释出预告,心难测,为几位家为国,风云涌动,乱世相互,为情为爱为诺。 可见真心。 此一生,彼一生,愿人相随,永安乐。 点出该剧主旨,预告一出即刻引发128万人次按赞。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,男女主颜值无可挑剔,最合适的一对,我就衷心希望剧情不要垮,能看得下去就好了。 优酷你能不能搞快点啊,一年了,还要等到明年播出,哭死啊。 刘雨宁又来当男二,任安乐有言还有脑,皮辣还会撩狠狠期待迪丽热巴任安乐了。 容关中原,俊秀如松,胸怀天下,守护苍生,期待演员工俊带来的太子寒夜。